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ENTINY 你好,我是阿寶,非常感谢你们收看这一集的封面人物 如果你们是在追看我们的封面人物的话,都知道 这是一个特约的节目开始以我们的Skype还人运输、所容易呈现的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老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 距离上一回呢,他们来的时间呢,还很短哦 所以呢,今天再次邀请他们回来,其实很开心的 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再回来的受访嘉宾哦 都是再次得奖 而今天呢,他们的企业哦,获得就是新华商企业大奖 这时候马上邀请今天的两位主人公 他们就是我们的慧伦,还有Karen你好 好,你好 再次看到你们哦,终于轮到你们了 刚才收到的就是说,因为慧伦的名字哦 就是说,哎,怎样记得他的名字,终于轮到你嘛 所以我终于在等到你们再次回来了哦 所以这一回呢,刚才也讲过嘛,刚才得奖 这一回得奖是Excellent Award,而这一次得奖是新华商企业大奖哦 众所都知,这都是比较针对一些可能中文市场 可能可以发展到中国那边啊 新中马港台一些我们华人地区比较多的一个市场哦 所以对你们两位来讲的话,我知道贵公司刚开始不断几年而已嘛 所以没准备好其实就想往外发展的 可能到国外去啊,马来西亚啊,或中国啊,大陆啊 现阶段来讲,我们是要做好,打个好基础 老先把基础打好在新加坡哦 其实刚才我们在开进之前哦,就在闲聊嘛 我们就说你看很多企业其实哦,都是被迫成长的 可能是被迫成长的,可是因为他们可能说业绩太快了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打算说要有连锁店啊,一间开一间又一间哦 或者是根本都没有想过要上市哦,他们是被逼的 而有一些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们说好 我的目标,我的中期目标就是说我要成为一间上市公司 我要有多少多少的业绩,遍布多少国家有多少的店面啊或是生意哦 请问两位哦 已经来到这一已经来到创业已经来到这一步了哦 因为讲也得了啊,刚开始创业的心路里程你们也经历过 上一会你们也分享过,辛苦也苦过来了 有没有为将来而打算的企业 我们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做好 我们是注重做好,不是做到 哦,OK,OK 所以现在就是还是在继续啊,怎么把最好的产品 如果有一点就这样伤CD的时候的人 我们可以同位一些